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修徒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 是上帝所拆来在世上活着 把上帝彰显给我们知道 也教导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来生活的一群人 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 同意吧 耶稣其实在地上很短的时间 他三十岁出来传道 他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完成他在地上所需要做的一切事 他除了医病赶鬼讲道之外 其实他用的时间最多最多的是 训练十二个门徒 在训练上面你会看到这十二个门徒 本来是无知的一群小民 愚民农夫 或者是罪人税吏 或者革命党 但接着人在耶稣的教导上面 你会看到他们生命慢慢地改变 但事实上告诉我们 如果你几次看的时候 这些门徒在跟随耶稣 在耶稣三年半里头 他的长进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直到耶稣升天 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的生命才完全地改变 今天我们要从刚刚所读的经文里头 来思想一个问题 究竟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我们生命的长进上面 我们要突破哪一些的困难 哪一些的阻难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 我们过去几个月都一直在看 马太福音 我们就来稍微有一个回顾 我们从第八章 第九章 很快地来看看 究竟是这些门徒听了耶稣的话 究竟他明白不明白 究竟耶稣的话 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什么的作用 或者产生什么的副作用 经过这个之后 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读圣经读了那么久 我们听懂明白神的话吗 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实际的改变吗 我相信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的进度有多快呢 快是有多慢呢 从第八章 耶稣用七个饼给四千人吃饱了 然后他就教训跟着他们出去 在船上他们没有带饼 于是门徒就误会了耶稣所说的话 耶稣教导门徒说 要防备法利赛人的下 门徒却不明白 这就也来耶稣给他们一个很严重的教训 这个教训你会看到是非常严厉的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严重义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余环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假如你是学校的老师 你看到一群学生 你天天跟他讲很多的事情 结果这一群学生通通不懂 忘记了 耶稣跟从了 带领了这份门徒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大概是至少两年以上的时间 刚刚才讲完 吃饼的事情 跟着他们就通通误写了 于是耶稣说 你们还不醒悟 不明白 心面余环 有眼睛看不见 有耳朵听不见 甚至不记得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读经读了多久 我们听到听了多久 我们来问我们自己 我听明白吗 我记得吗 我领会了吗 跟着之后 耶稣从加利利亚海往北走 去到加利利亚菲律比 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 他说人家说我是谁 接着又问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这次表现得非常好 彼得说你是基督 没错 跟着之后 耶稣就开始说一件 门徒始终听不懂的一句话 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 我要被文士杀害 我要死亡 这个时候表现非常好的彼得 又表现他那种的冲动 跟讲话不打麻经大脑的 就拉着耶稣说 你不能去 圣经说他拉着耶稣在一边 劝他 其实这个劝是责备耶稣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是来做弥赛了 你怎么能够死 结果给耶稣大骂一顿 做撒旦 推到后面去吧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 约翰上了高山 在那里变相 在那里摩西跟以利亚 跟他谈论死亡的事情 这时候彼得的冲动要来了 他觉得这里真好 这个山山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我们不需要下山了 我们更不要去受苦了 你也不要死亡了 我们在这里真好 这时候不需要耶稣就教训他们 天上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 你们要听耶稣 跟着他们下山 才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在身上的门徒要去 赶一个小孩子的病的鬼 赶不出来 耶稣又叫着他们 祷告进食之后 你才能够赶这种的鬼 跟着下来 就是今天我们要所读的经文 耶稣从加利利往北 去的盖山了菲利比 然后登山变相 这个登山的地方 有人认为是在黑门山 人是在南边的塔伯山 但大部分人现在虽然是塔伯山 有一个登山变相的堂 这是传统 但是从经文的地理环境来看 应该是在黑门山 所以在北面 他要回头走 回到加板龙 再往耶路撒冷去 你想想 耶稣在那个时候 他心中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他要去耶路撒冷 要接受死亡的挑战 但在门徒的心里头 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里面 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死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他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话 又不敢问他 为什么不敢问 为什么不明白 我常常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 我能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吗 我不明白 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 这个事情是划时代的事情 从来没有人真正的死 又复活 怎么会明白呢 况且 门徒心中所想的 这位夫子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荣耀的 一个上帝所筛排来 要打胜仗的 一个弥赛亚不能死的 死了就不是弥赛亚 这是当时人的一个思想 所以门徒不明白 那为什么不敢问呢 因为之前创反过了 彼得不明白耶稣的话 就讲话了 结果被耶稣 责备说撒旦退到后面去 这时候 每个门徒心里面都不明白 但不敢问 不敢问产生什么问题 产生个非常大的心理反应 当我们对这些事情 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又不许把它弄清楚之后 慢慢这个事情 在我们脑筋当中不存在 所以当耶稣要往南边 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祂是要去受死的 要去钉石架的 但门徒把耶稣钉石架的事情 完全置诸老歪 根本没想 于是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下面的事情 他们在一边走 一边谈论 甚至争论 甚至吵架 吵什么 谁是大弟子 我在想 谁有资格去争这个位置 你们说谁有资格 耶稣最亲近的门徒 是彼得 约翰雅各 其他人靠着边上 圣经里头 稍微提一下的是 菲利安德烈 其他人没什么提 所以我猜 真的大概是叫两派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两兄弟 其他人就看 谁跟谁比较好 就争起来了 他们在原路 偷偷地争 他以为耶稣听不见 于是到了加百龙 他们定下来了 你觉得加百龙 圣经说是耶稣的城 不是他出生的地方 却是他常常在那里 停留的一个地方 于是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在路上讲什么啊 耶稣非常的温柔 耶稣没有直接地来骂他们 他说你们在谈什么 这时候门徒又不作声 哪敢作声 犯了那么大的错 还敢讲话 接着下来 耶稣说了一句话 其实今天我们所有人 都要记得的一件事情 是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大家会谈 耶稣没有说 不叫我们去做伪首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为 耶稣的缘故去做伪首的 为伪首的人才能够有影响力 伪首的人才能够做大事情 但是耶稣说 我不是要你不做伪首的 我是要你去做伪首 但你却是要做仆人的 跟着下面 耶稣就抱着一个小孩子来 说了一段话 他说反而为我接待这个人 三个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反而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 下面的讲话 那个交谈 你会觉得很奇怪 突然间 约翰怎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来呢 我不晓得 约翰是故意 讲其他的事情 让刚刚我们 耶稣骂他的事情 摆在一边 还是他连续地 他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耶稣说 反而为我名 接待一个孩子 他就想到 是耶稣的名 他就想起一件事情来了 这件事情 恐怕他以前没有跟耶稣说 他说耶稣啊 我们看到一个人 封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了 因为他不跟从我 所有门徒 以他们跟随耶稣 为他们的荣耀 为他们的地位 于是有人不再跟从我的 这人 这人怎么可以 封耶稣的名来赶鬼 但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 我们要几世地读 也不能随便 把这个话来应用 因为耶稣也讲了另外一句话 是刚刚跟他相反的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行义能 反倒轻易违谤我 不抵挡我的 就是帮助我的 耶稣说 你不要去 我的原则是 不抵挡我的 就是帮助我的 好了 接着下来 耶稣讲话的内容 又改了 我再猜 耶稣为什么改呢 因为下面的内容 跟下面好像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 耶稣下面要跟着来讲 这一件事情 他在心里面 常常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 耶稣的门徒 我们的生命 的圣洁的问题 是讲到罪的问题 他说 如果你有一只手 使你跌倒 你就把它砍下来 如果你有 一个脚 使你跌倒 你就把它砍下来 如果你的眼睛 使你跌倒 你就把它去掉 因为 你残废了 进到天堂去 总比你健全了 进到地狱里面去 这里是讲到 我们怎么样来 对付罪的问题 今天 我讲到的题目是 怎么来突破 做门徒的男主 什么是男主 我们去 作为耶稣的门徒 能够真正正正的来 活出耶稣的样式呢 最基本的是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阻隔了我们来认识 上帝的真道 我们常常用 我们自己的思想 来想上帝的话 我们常常用 我们的方式 来做我们的事情 我们常常为了 自己的名利 地位 名声 来争取 来奋斗 然后有一些 生活上面的小罪 慢慢慢慢变成大罪 慢慢拉我们 离开神越来越远 今天 求主恩大我们 让我们来 从这等经文里头 来思想 这几方面 我们要明白 主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说基督徒的 有些做了 七八十年都有了 有些做了 才刚刚几个月 主的话容易明白吗 有人点头 有人摇头 是吧 是的 主的话 可以说 很容易明白 又很难明白 怎么讲呢 当年的门徒 我觉得 绝对不容易明白 因为耶稣所讲的道 是跟以前 犹太教里头 所讲的 有相当多的更新 耶稣说 我来是要成全律法 不是废掉律法 耶稣完全 站立在 犹太恩 旧约圣经 所讲的一切 的根基上面 但他用一个新的方式 让人家看到 律法的中心是什么 不是 谨守律法而已 而是把律法的精益 能够在生活当中 完全地实现出来 在这种更新当中 人不容易接受 我们所做的事情 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脑海中 成为一种 很硬的模式 要超过这种模式 不容易 但今天 对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 比较容易明白 我称 耶稣的生平 是耶稣事件 从圣经里来讲说 耶稣的出生之前 是一个预言 当耶稣事件 发生的时候 耶稣降生了 他在地上生活了 他一病赶一鬼 他讲道 他在食材上面 为我们钉死 他被埋葬 他复活 他升天 他应许将来再来 这到他升天 这段事情 这个耶稣事件 已经显明了 已经出现了 而且记载在 圣经上面了 有了这本圣经 我们应该能够明白 耶稣所做的话 圣经里头有一些 我们称为奥秘的事情 是我们不明白 也不能明白 也不需要明白 这个我们就交给上帝 到一天上 我们去问他 所以这种奥秘的事 对我们信仰上面 能够帮助我们 怎么来活在地上的 没有很大的难处 就算我们不明白 也不影响我们来实行 我们应该做 作为基督族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能不明白 但不明白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不敢问 就是问题 如果我们不明白 我们能够去问 我们不明白 我们可以去看书 我们去研究 我们去讨论 我相信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明白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 21世纪的基督徒 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耶稣的事件 已经完完全全 记载在圣经上面 我们没有理由说 我不明白就算了 不明白可以 请你去问 如果我们不敢问 然后就慢慢地 你就把这个事情 从天的脑海当中 就除掉了 除掉除掉之外 你心中会产生 另外一种的心理反应 是你抗拒了 这个你不明白里头的真理 在你的生活上面 就不把这个事情 成为引导你 怎么样生活的一个原则 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要用心来读神的话语 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来问 我们多看书 参加联系班 参加聚会 听讲道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彼得后书的一章第三节说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建议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认识 主耶稣 如果我们认识了主耶稣 我们就能够明白祂的话 今天我觉得 不是在理智上 我不能明白神的话 是在我的心智上 愿不愿意来 圣服上帝的话语 我想 对一些 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朋友们 你读圣经 你会觉得很多 很不明白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有你先前 所建立的一种的世界观 一些的标准 一些的观念 不容易接受 但从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 慢慢他接受耶稣之后 他发觉 当我能够顺服说 我相信上帝 有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是爱我的 这位上帝 这个耶稣基督 把真理告诉了我 为了是要我走一个 人生最美好的一个生活 不但是在地上美好 而是在永恒美好的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 愿意顺服上帝的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 当你在读圣经 又困难开朗 你就突然间明白了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如果今天我要用我的理智 来去研究研究圣经 一些不合乎我逻辑的 我就不能接受 我就不理解 我就不要不接受 那我就永远 不能明白神的话语 让我们来 让神的圣灵 在我们心中来工作 让神来打开我的心 来接受 圣经所说的 耶稣的话 能够明白主的道 因为明白主的道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活 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 第一个 我们要突破 做主 门徒的障碍 是要明白主的话 第二个 是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 要做一个谦卑的仆人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 所以耶稣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作为我门徒的人 要做大事 耶稣却没有叫我们每个人 做门徒的 都要去做为首的 做大事 不一定要做为首 你可以做一些 跟着后面走的人 你仍然可以做很多的大事 因为大 是什么样的大 不是用世人的眼光 大事是在永恒 有没有价值 就是大事 就是大事 当你把一笔小小的凉水 给一个人 你去为一个人 开车送他 帮忙一个人搬家 这些都是小事 但如果这个事情 有永恒的价值 你在上人面前就做了大事 盼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都要做大事 大事是什么类似啊 是做小事 小事 小事 加起来就是大事 耶稣基督 要我们为他做大事 但问题是 我们作为人 我们常常要做头 一做头的时候 就要别人跟着你 于是就产生问题了 所以耶稣说 你们如果要做为首的 你要做众人的仆人 罪是我们为名 为利 为地位来争 这是自我中心 这是罪的表现 我们要做领袖 做为首的 是要为主来做为首的 我们要为主耶稣 为神的国度 有理想 有梦想 有壮志 有远大的眼光 有意象 我们说是还有魄力 还有能力 我们要还有感染力 有影响力 有爱心 也就是说 你要舍己 要背识一下 这是做仆人 做领袖要做的 这阵子我们来看 来中国的传道人 马里逊 戴德森 戴德森在他 去了中国之后 他换了中国服 穿中国衣服 弄鞭子 染头发 来向中国人传福音 然后他之后他回到英国 要招一些宣教士 来中国做宣教的工作 他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听我的 我是要指挥你们 但是他这位领袖 却不是只是指挥人而已 他却做到牺牲舍弃 有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他把他的宣教士 放到不同的地方之后 他会很辛苦地 寻回去看他们 有一次他的女儿 他很亲爱的长女 八岁 生病 非常严重 但他听说 另外一个宣教士 在另外一个城市生病了 他舍下自己的女儿 去看这位宣教士 看完回家 他女儿死掉 就是做仆人 所以他说 你们要听我的话 因为在当时 如果不听的话 去到一个 当时这个中国的状况 如果不听 他的指导的话 一定出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 你们一定要服从我 但在服从当中 他为 他的同工 牺牲 把这个女儿的生命 就舍上了 这是做仆人 我们做事情 是有原则的 也许你不知道 你的原则在哪里 也许我们有事情 做事情 就做了 完了之后 就会发觉 原来我是这样子 做事情的 今天 我们要做主门徒 要突破一件事情 是不按我的原则 做事情 是要按 耶稣基督的原则 做事情 约翰 这位门徒 其实他是代表了 十二个门徒讲话 他说 我们看到一些人 奉你的名 赶鬼 他根本没有跟过我们 他怎么可以奉你的名 来赶鬼呢 于是我就禁止他们 这是他的原则 是很对 对不对 今天我们常常 也用这个原则 我们是 信耶稣的 我们在教会 做事情 一定要根据 某些的 属灵的原则 没错 但在这里 上帝给我们看 看到耶稣 有另外一个原则 他说 不抵挡我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这个原则 要跟耶稣 在另外一树 讲的一句话 要同时看 在另外一树 是马太平十二章 三十节说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今天没有时间 来把这两顿经文 来延伸 来解释 我要说的重点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教会 我们要凡事 当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个事情是 耶稣会怎么做 耶稣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就跟从 耶稣的原则 遇到我们 还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寻求 上帝会让我们知道 在哪一个情况 哪一个状态当中 哪一个事件当中 哪一个原则是合乎 他的旨意的 今天我们从 中国 东南亚 台湾 来到美国 或者是 然后300年前 英国的移民 来了美国 慢慢他们要 做成一个美国梦 美国梦是什么 是在这个自由的地方 按照我们的努力 去为我们争取 最大的利益 使这个社会 更加的繁荣 更多人能够享受 于是 是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赚钱 努力地享受 今天 这是不是 我们生活的原则 今天 我们是不是 被这个美国梦 影响了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是吧 但如果我们把 这个美国梦 用圣经的标准来 对比一下 就发觉 这个美国梦 并不是一个 最完美的梦 最完美的梦是什么 是耶稣的梦 耶稣的梦是什么 是当你 把上帝的国 把它当着为先 你就享受了 上帝给你最好的 这是上帝 耶稣的梦 耶稣的梦 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跟随上帝的话语 来活出 最荣耀神的生命 这是每个人 应该有的梦 如果用我的梦想 只是在 金钱 享受 地位上面 有你顶多是 在地上 那几十年 完了之后 你就在永恒的 痛苦当中去活了 但如果你 听从耶稣 用耶稣的原则 来过生活的时候 你在地上 是享有最丰盛的生活 你的永远的生命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就与上帝 勇享 福乐 今天 我们不要被 美国的梦 所迷惑了我们 今天 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 这个福音 不是为 单单在 活在地上 而讲的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不单是说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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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会 你信耶稣 你的病 就会得医治 你的工作 就会找到 你的前途 就会光明 不错 上帝会把 最好的祝福给你 但这个 不是最终极的 最终极是你永恒的生命 有归宿 你永恒的生命 不是在地狱 而是在天国里头 所以耶稣对 门徒在登山宝圈里头说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到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 归给你在天上的福 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 把这句话 变成生活的原则来说 究竟什么是 做一个基督徒的 生活的原则呢 是当你做一件事情 你能够把荣耀 带给上帝的 让人看到上帝的 让人厌世上帝的 让人接近上帝的 这就是你生活的原则 今天如果我们用美国梦 所有一切做都是 为我 为我 为我的时候 对不起 你的享福 只是暂时的 你的享受 只是片面的 巴伯德 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来明白 我们要跟从 上帝的原则 跟从耶稣基督的原则 来过我们的生活 耶稣接着下来 用很夸张的语法 来描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关乎生命与死亡的 这件事情 愿一书的二章 愿一书二章十六节说 因为凡世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被这个世界 这个物质 环境所影响 我们脱离不了世界 所以从世界来的 必定是这些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这是罪的来源 我想起在很多年前 国庆团记 请了李伟强牧师来 跟我们讲一个问题 是讲年轻人交友的问题 讲年轻人交友 就讲到亲密关系的问题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 人的器官当中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性器官 当然想了 有些人不好意思讲 但李伟强给我们一个 很正确的答案 最重要 最强大的性器官 是这里 是这里 所以当耶稣说 如果你发觉 你的眼睛 让你跌倒的时候 把它挖出来 如果你的手 让你跌倒 把它砍下来 你的脚 让你做坏事 把它砍上来 就是什么 罪的中央系统的器官 是我们的脑 是我们的心 罪的进口 是我们的眼睛 罪的执行器官 是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手 跟我们的脚 今天基督徒 不是一下子犯大罪的 基督徒犯罪是从小罪 其实所有人都一样 不是单纯基督徒 是从犯小罪 慢慢才会犯大罪的 所以耶稣说 用很夸张的语气说 如果这些器官 让你犯罪的话 把它砍掉 把它挖掉 你残废 进入永生 进入神的国 比你健全 进到地域里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眼睛 我们怎么去保护它 不是要你戴眼镜 不是要你敌眼药水 而是你怎么来 防备你的眼睛 让罪进到你的 最重要的器官里头去 进到你的脑海 进到你的心里面去 今天罪恶 不是你去寻找它 而是它来寻找你 在我的手机里头 出现一个 Sopia这个东西 我在我的电脑上 我就block掉 叫它 我不收这个 但我的手机 就没办法 我不懂 它就常常要进来 然后里头就有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 你要认识她吗 这是实在的 今天罪恶 已经主动地 跑到你眼前来 你要怎么对抗它呢 弟兄姐妹 也许对男性 是这些漂亮的女孩 对女性 我不晓得是什么 但是这些引诱 这些罪恶 就主动地 到你前面来了 我盼望你不需要去挖掉你的眼睛 我盼望我们有办法 一看到这个就click block 拿掉它 我们的同学们 我们做辅导的还是很头疼 我们想要让这些同学 不去玩游戏 不要在聚会的时候 看手机 很难 求神按道 让我们明白 这些小 wire 这些小罪 慢慢会牵引我们 到大罪 慢慢让我们离开神 慢慢让我们 进到地狱里面去 今天 罪的形式太多太多了 道不得让我们有警醒的心 这怎么讲 要回到 我们怎么来明白神的话语 怎么来接受神的话语 怎么来顺服神的话语的上面去 如果今天我们不把这本圣经里头 所讲的话 当作我行事为人的标准 我们修想 我们能够学向耶稣基督 修想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好门徒 修想你还没我们 今天 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门徒 我盼盼每一位基督徒 要再认真的 再认真的来说 我是耶稣的门徒 我要学向耶稣基督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允许 我们要向他 我们要学向耶稣基督 到一天我们要完全向他 所以在我们在地上活着 这段时间里头 我们要靠主的恩典 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愿意 愿意来学向耶稣 做主的门徒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的十二门徒 跟着耶稣 在耶稣的面前 都犯那么多错误 都听不懂 都不记得 不明白 都是那么余环 今天也许 我们说 他们是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不是这样说 上帝有恩典 有怜悯 他会饶恕我们 但我们要醒觉 我们在神面前要说 主啊 我愿意跟从你 我要往高处行 我要越来越像主耶稣 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 一个基督徒 我们必须要跟 弟兄姐妹 连结在一起 一起来做门徒 我也鼓励弟弟兄姐妹 你两个两个人 成一个灵修的伙伴 你有读心 读不明白 你们先互相讨论 互相带导 再不明白 拿到团系去 再不明白 拿到主的学去 再来找牧师 找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明白主的话 若不明白主的话 我们就犯了门徒 所做的措施 刚刚才说完 耶稣要上十字下 他跟着去争设一大 今天我们尝尝 前一分钟 我们在读圣经 下一分钟 离开教会 就出错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不要过于自责 但也不要不自责 过于自责 让你离开上帝 因为你犯了罪 你不敢去面对上帝了 你就越来越离开了 当我们犯了罪 做错事之后 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耶稣基督 要恩典 要怜悯 他用温柔的心 挽回我们 帮帮神 借着祂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唱诗歌